天道蒙同心会的一对无姓兄弟党 去年是在新北市卢州开设了合法当铺 找来急需要现金周转的小公司负责人 给了他们的一笔费用之后呢 要求对方是以公司名义 向租赁车公司来租借三台 总价上千万元的豪车 事后却侵占车辆 还恐吓租车公司要拿钱来买回 这两兄弟呢受招到检警搜索 复训之后被法院裁准收押警戒 三辆黑色宾室车一字排开 每台都是高价位的款式 总价值加起来高达两千多万 相当气派 不过这款属于金字塔顶端的高级豪车 却被黑帮拿来侵占恐吓 而原本要价一千多万元的麦巴赫 S580以及我身旁的这台143 他们全都是被检警扣回的证物 检警调查天道蒙同心会成员 吴俊豪、吴志阳两兄弟 去年就在新北卢州开设合法当铺 找来急需借款的公司负责人 充当人头 向租赁车公司租借高级豪车 付掉投期款后就把车辆抢起 再恐吓租车公司将车辆够回 检警兵分多路搜索当铺等处 在五谷的一处地下停车场找回三辆豪车 并且查扣现金等将以租借名义进行侵占恐吓的黑帮分子 神之以法 记者洪小璇无上限信的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